大家好,欢迎来到这一期的放眼娃,我是主持人常草 现在已经进入12月份了,很快我们就会迎来圣诞节 那在圣诞节期间,欢庆圣诞的各项传统当中 圣诞树作为这个节日的一个象征是必不可少的一个因素 在西方,每逢圣诞节,家家户户都会精心挑选圣诞树进行装饰,增加节日的氛围 那在今天的市场上呢,我们能看到各种各样的圣诞树,有真树,有假树 那在这些选择当中,哪些最适合我们自己的家庭呢? 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就想和大家分享一些相关的内容 希望在大家选购圣诞树的时候呢,能有所帮助 那假树呢,通常是由塑料和其他人造材料制成 可以重复使用很多年 这使得假树在经济性和便利性上呢,占有一定的优势 而且假树不需要浇水,也无需担心松针掉落 此外呢,假树的造型也非常的多样 有很多的选择,可以根据家中的空间和装饰需求来选择最合适的款式 不过,我们应该也能想象得到 假树呢,是无法提供与真树相同的那种自然的感觉和香味的 当我们选择真的圣诞树的时候呢 它的优点就在于,拥有真实的触感和自然的松木香味 能够为家中带来一种自然的传统的感觉 然而选择真树呢,也意味着每年都需要重新购买 并且在保养和处理上需要有更多的注意 那如果我们选择使用真树呢 这个时候就会面临着该如何进行保养 使它持续的时间更长的问题 接下来呢,我们就听一听专家的一些建议 巴巴拉·史密斯是克莱姆森大学 延伸家庭与园艺信息中心的园艺专家 它在园艺领域有着40多年的经验 它也是南卡罗来纳州苗圃和景观协会认真的苗圃专业人员 我们选择真树作为圣诞树时呢 要考虑的主要因素是所在的地区 比如,弗雷泽冷山在北部生长得最好 因为那里的气候很适合这种树木 在选择真树时,我们轻轻地用手沿着树枝树叶滑过 确保没有针叶掉落在手中 这样的呢,就是新鲜砍伐的树 另外一种简单的方法是稍微卷一下树的针叶 如果树是新鲜砍伐的 那么针叶就会回弹到原位 我们在把树运回家时要特别注意 把树正确地放在车上 大多数的农场呢会给树装上网 使运输更加容易 非常重要的是要让树干朝向车的前面 这样风流可以顺着树叶流过 防止树木过度干燥,被风吹坏 我们将树放在室内时 最重要的是要确保有一个稳固的支撑装置 这个装置呢能够容纳至少一到两加轮的水 不要将树放置在暖气口 电视机或者任何热源附近 因为这样会加速树木的干燥 在家中护理圣诞树时 最重要的是每天要检查水位 如果水位低于树木新鲜的切口 这将导致树木干燥并增加火灾的风险 圣诞树在节日期间可能会对宠物构成危险 要确保不要让狗狗或者其他的宠物喝树架中的水 因为这个水中可能含有树的枝叶 其中可能含有肥料或者是杀虫剂的残留物质 如果家中有猫一定要注意猫很喜欢攀爬圣诞树 所以要注意的是一定要稳定树木 以免树倒下砸坏家中的物品 在节日结束后呢 我们会面临处理圣诞树的事宜 而最佳的处理方式是回收 有许多地方政府会提供垃圾填埋厂服务 我们可以将圣诞树送到那里 由专业的人士去处理 最终我们选择哪种类型的圣诞树呢 这取决于个人的生活方式 预算以及对圣诞传统的家庭的理解 无论选择哪种 最重要的是它能够为我们和家人 带来节日的快乐和温馨 好了 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 希望大家喜欢 我们下期再见